妈妈 亲爱的房客 陈淑芳 陈淑芳在本片试引一位罹患糖尿病的母亲 与照顾自己的房客相处多年 原本认为房客是害死儿子的凶手 后来接纳他并认同他是家人 情绪转折 丝丝入透 举手投足 金氏系 得奖 实质名归 我真的是预料 预料不大的我会伤害 谢谢金妈 我年纪这么大了 起码一批就够了 我 你们不要鼓掌鼓那么多了 我说归说呢 我拍戏拍了63年 63年等了这么久 今天才拿到这一批 我是不是还可以再拿一批 各位一定会觉得我太贪心了 没有错 63年才拿到我当然还要贪心 我只拿一批 没有错 我不敢拿第二批 因为我希望这些年轻人赶快上来 我年纪也大了 但是别忘了 明年如果找我拍戏 我不会涨价 我是演员 我不是明星 只要你们把我记得是还有一个成熟方 哪怕是一场戏 一句话我都会演 我不挑要角色的 金马是第一次 金钟 他们说 好像 有我入围 但是我没有去 他说 哎呦 不用你成熟方了 他年纪那么大 给那些年轻人 我跟你讲 给年轻人 也不错 我不一定要 一定要拿到这一批 这一批是 亲爱的房客 导演 编剧 所有参与的演员 所有大家的努力 才会有这一批 我带你们先领了 谢谢